全生终一针酒 301-919-9898 2月8日晚上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肯尼迪艺术中心 由中国深圳交响乐团 带给美国观众别开声面的音乐会 为了庆祝中国农历猴年春节 在此期间 肯尼迪艺术中心举行为期四天的 中国猴年春节庆祝活动 深圳交响乐团 当天在该中心举行的音乐会 是系列活动的压轴之作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当晚在音乐会开场前表示 对全球所有华人来说 春节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日子 人们与家人朋友欢聚 祈求新的一年喜气吉祥 崔大使和罗特一起为现场 所有美国观众赠送了一幅春联 祝福观众春节快乐 家庭平安 保育来 他做了一个很棒的工作 本次音乐会现场几乎作物虚习 此次由著名指挥家 汤木海指挥的深圳交响乐团 携手中国著名小曲琴家朱丹 青年钢琴家张浩晨 戴玉强李毅等著名音乐家 演奏了卡门幻想曲 黄河钢琴协奏曲 昆曲游言金梦和歌自图兰朵 等中西方经典曲目 受到观众们的热烈欢迎 奏了卡门幻想曲 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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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作品 因为过年的时候能不回国 离这么远都能看到 从国内来的一流的艺术家的表演 觉得特别的开心的同时 也感觉特别的幸运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南高音李懿 今天非常高兴在中国的新年 同我们中国最著名的指挥家 汤姆海先生 以及著名的南高音歌唱家 戴玉强先生 一起为美国的朋友和美国 在美国的华人朋友 当做拜年的音乐会吧 非常开心 这次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演了很多场 我这是第一次真的是坐满了中国人 所以说唱的时候真的是热血沸腾 真的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